嗨,大家好,我是威士李 这里我要介绍跟记录在台湾的国民泡面 那这边介绍的是 魏丹莫威一品黄潮牛筋面 那说起这个泡面 在台湾也是存在非常悠久历史的印象中 大概在我2010年左右呢 才第一次品尝有吃过这款泡面 好,那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 莫威一品原汁牛肉面之后呢 所推出来的这个黄潮牛筋面 另外一个产品 好,那本身来讲的话呢 它跟原汁牛肉面最大不同的是 它的一个肉块呢 这边的牛筋的比重呢 就会变得比之前的这个原汁牛肉面 还来得多很多 基本上几乎都是牛筋为主 OK,所以说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呢 会跟之前这个原汁牛肉面 稍微不太一样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 管封面的部分呢 那这边有这一个它的一个 黄潮牛筋面的它的一个料理参考部分 那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配料其实相当的丰富 包含了这个蔬菜啊 还有它的这个 牛筋的这样子一个肉块 那它的这个面条部分 采用的是这个泡面的面条 那汤口部分可以看起来 也是非常的美味 好,那 这是它的一个碗的封面的部分呢 OK,可以等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侧边 那侧边的话呢 这边一样的这个薄薄一瓶相关的这些标题字的部分 那这边它有说 它的一个 黄金比例的牛肉牛筋是 六四笔 OK,所以说 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 应该有 六是牛肉啦 那四的话应该是牛筋的部分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另外一个侧边 好,那这边的话呢 那边有它的一个相关的这个品名 好,可以看一下品名的部分 还有原料部分呢 那我们在这边 给大家看一下 相关的这个面块 还有调味粉包 跟调味油包 还有这个料理包的部分 这边都有做相关的说明 我们也说明做个记录 好,那它的这个 营养标识的部分 那含量是高达2668毫克 OK,所以这个吃完的话呢 一定要喝很多水 因为它这个就已经超过 我国民健康署 建议的这个 每日的这个钠含量 的一个标准值 好,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它还有一个相关的这个 八扣条码的部分 好,那这个 是卫丹企业股费人公司呢 所推出来的 所以这边有它的一个相关资讯 那泡面的重量呢 高达185公克 OK,所以这个泡面 感觉应该是很多 净重是185公克 调味包的话 内容就已经85公克了 OK,所以也是不少的 好,那这个是它的相关注水线的说明 OK,这是它一个泡面的里面的相关的 侧边的图案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后面的部分 包含它的一个有效日期 还有它的标签子 价格标签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碗的部分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碗盖 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看一下也没有哪些东西 好,这碗盖还不是很好撕 因为它这个黏的真的是还蛮紧的 光撕开这个 上面这个 这个隔水的这个纸呢 一样又被撕破了 好,那 那首先可以看到有这个调味料理包的部分 OK,那这个的话呢 相信这个大家很常看到 味丹的薇薇品 美味这个调理包 这个就是实体肉块 在这一个 好,那 这个的话呢 是它的一个调味粉包 好,可以看一下这个调味粉包的部分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调味油包的部分 看起来跟薇薇品的这种 它的原汁牛肉面的这个 这个酱包很多很类似 好,这是它的一个面条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依序把这些东西呢 把它倒进去 往里面 那首先我们先来倒调味油包好了 好,这个调味油包部分 这个跟薇薇品的原汁牛肉面 看起来就不太一样 OK,可以看到这个调味油包 感觉就不同 好,那倒出来的酱呢 也不太一样 OK 好,我们这时候把酱呢 把它倒出来了 好,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酱包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来倒调味粉包 好,调味粉包倒出来 好,跟薇薇品的这个原汁牛肉面的调味粉包 感觉不太一样 这个粉又更多了 薇薇品那个粉 跟酱都很少 你可以看到这个粉 就真的多很多 好,那最后我们来到调味 美味调味包 食物块的这个 调味包部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物 好,看起来肉也蛮多的 好,那我们这时候把它倒出来 好,你可以看到牛筋 还有这个牛筋 还有这个肉块的部分 所以这个上面有这个牛筋 非常的明显 好,这时候我们倒完了 这个美味料理包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冲泡一下热水 那我们已经冲泡好热水了 可以看一下 这是热水的一个 好,冲泡好状况 那我们盖上碗盖 那我们等待三分钟冲泡时间 好,那经过三分钟冲泡时间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冲泡结果 然后把碗盖先开来 好,可以看到呢 它已经冲泡完成了 好,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先把这个碗盖先撕开 好,就是这个 我有一瓶的黄巢牛筋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上面呢 我们还没有在翻动这个面条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相关的配料 目前还在上面的 有这个牛筋 OK,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牛筋 那里面这边还有它的一个相关的 这个肉块的部分 好,这个肉块 那这个应该是酸菜啦 所以它这个里面其实有酸菜 可以看到酸菜在这里面 好,那其他的话就是这个面条的部分 那这个酱汁呢 其实有的还在这个上面 好,这是面条 好,那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那因为有些肉块好像都沉进去了 在这边又翻到另外一块 牛筋的部分 OK 好,所以这边有一块牛筋 好,那我有一瓶呢 主打它的面呢 这种食物肉块面就是 面好汤笼肉大块 OK,所以说它这个基本上呢 肉块还受一定的比重 好,那我们来把它稍微搅拌一下 好,那搅拌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它的一个面条的部分 OK,这面条的话呢 觉得跟 威仪平和的面条 应该有一点稍微不同吧 OK,所以 但是这个面条我觉得吃起来 可能自己已经觉得蛮习惯了 那觉得这口感也相当的不错 OK,那 这个是牛筋的部分 OK,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个牛筋 它主打主要里面都是以 这个大部分以牛筋为主 当然也有配几块肉啦 刚才也有看到这几块肉 好,那这边又还有另外一个牛筋 应该是这两块是主要的 好,那肉的话 刚才有几块肉应该都沉进去了 那这个还有它的一个酸菜跟面条 在这上面 好,可以看到这是面条的部分 好,那我怎么会 有机会吃到这个黄巢牛筋面 那主要是我们住家楼下的干嘛店 有一天我常常看到他 常常都会打这个威仪平的牛筋 黄巢牛筋面 特价 那因为他几乎都用这个在做特价 所以那时候以前没吃过 所以就买一包来吃看看 OK,那个人是觉得 其实味道其实也还不错 但是个人其实还是觉得原汁牛肉面 吃的可能比较习惯 OK,但是 因为毕竟这个黄巢牛筋面 它的一个调味方式 跟原汁牛肉面 还是有稍微不同 OK,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一点肉块的部分 OK,但是我觉得 如果常鲜来讲的话呢 这个其实也不错 因为毕竟那时候特价 那时候他买了三碗 所以就一直吃 OK,所以就觉得 想说这个也是可以 把它介绍给大家看一看 好,那至于味道的话呢 我是觉得 其实他跟乌尔一瓶的原汁牛肉面呢 他的基底味道 大致上还是相同的 OK,只是说 他像这个 有一些酸菜的这样子一个味道 然后 还有他的一个肉块呢 那导致他的味道 其实还是跟原汁牛肉面 有稍微一点差异 但是我觉得基底来讲的话呢 两方的味道基本上 是其实还蛮类似的 好,那 再加上他这个其实没有原汁牛肉面 那么的辣 个人觉得啦 然后 还有他的一个相关的汤筒 你可以看到他汤筒部分呢 也没有原汁牛肉面 的那个颜色呢 也是跟他不太一样的 好,那个人我觉得应该是他 可能一个独特的一个酸菜味吧 OK,所以 再加上他的一个牛筋 刚才的这个肉块的吃起来的口感 还有刚才你可以看到 那个调味油包呢 也是跟原汁牛肉面呢 有稍微不同 所以加剪来说呢 其实也是有做出一些不同的差异的 好,那这面的话呢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相关面条跟肉块的部分 好,那这是他的一个相关汤筒的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就是这碗 卫威一品的黄潮牛筋面 好,那我们这边就为大家介绍 这个卫丹的卫威一品黄潮牛筋面 到这边 那我是卫斯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